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6月24日 已經是星期一 剛剛警務處處長蕭澤義表示 目前香港社會表面上是平靜 但仍然有很多暗流湧動 基本上可以說是危機四伏 到處都暗藏殺機 他說如果任何人企圖作出煽動行為 警方會果斷執法 他又說會確保七一有足夠警力 讓所有慶典活動能夠安全有罪進行 大家要懂得解讀他的說話 他是告訴大家 香港 還是很危險的 但是 跟這個中央宣傳香港的主旋律 現在似乎有點不妥 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 不斷強調 香港已經經歷了 由亂到治 由治及興的階段 這個是兩個階段 初初很亂 有了國安法之後 沒有了 現在 由治及興 不單止沒有了掃除了黑暴 沒有了反對聲音 而且香港 還開始重新出發 開始 是中興 歷史上 很多這些中興的例子 例如 最近的 清朝有銅光中興 銅治光水有中興 當然 銅光中興 不是很有效 最早的 就是光武中興 就是漢光武帝流收 消滅了 黃網 撥亂反正 將黃網首級斬下 所以出現了一個光武中興 中間有很多那些中興 我都不說了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香港 是一個很穩定的社會 到處 生機處處 你找不到吃 你店舖倒閉 是你沒有本事 這是李根興說的 人家找不到吃 你找不到吃 是你無能 施永青也說過 在二十多年前 還是三十年前 在龍門鎮說過 你買不起樓是你的無能 千萬不要說人家買不起樓 人家買不起樓 人家買不起樓 是你沒有夠用 既然你無能 你沒有夠用 所以 香港的經濟 是很好的 失業率 很低 3% 全民就業 所以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沒有問題的 那麼為什麼 警務處處長 還要說 不是 這個是表面上的 潛台詞是甚麼 實際上 香港暗藏殺機 香港有很多危機存在 很多敵對勢力 在香港 隨時 反撲 是不是 例如 這個武裝力量 甚至乎一大群人 一呼百應 湧上街啦 然後 市民就增援 最後 包圍 整個政府 包括所有的警署 然後 大批市民就響應這個革命號召 起來推翻特區政府 推翻共產黨 然後 就浩浩蕩蕩 揮軍不伐 直接直取中南海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瘋了 香港 香港 每樣東西都很平靜 我在想 這個蕭澤儀 是不是 是不是有幻聽 他好像精神病患者那樣 思覺失調 周圍都聽到那些 有人好像要起兵造反 這裡又有暗湧 那裡又有暗湧 是不是這樣 還是 你現在想 或者有企圖 參與 鄧炳強的 政變行動 因為 每逢這些情況 就一定要虛報軍情 說香港 很危險 這裡又要鎮壓 那裡又要鎮壓 大家要知道 你一個朝代有自亂興衰 當你見過的時候 可能就要鐵碗 當你穩定了局勢 你就要起用文人 當香港 局勢平靜了 就不能夠 繼續被警察去執政 你找警察 不懂經濟 他們的 語言就是開槍 就是收命令 你不會想到有甚麼生意搞到出來 是不是 對經濟一點幫助都沒有 也沒有辦法發揮香港的角色 為祖國 這個 出謀献策 起碼要分憂 你不要說要幫祖國賺很多錢 分憂可以嗎 有些祖國搞不定的事 你香港可以幫忙做嗎 不行 現在香港甚麼都做不到 現在繞著手腳 等大陸來接濟 是不是 李家超 朝日日 都說了 香港還有甚麼事 接下來還有很多 維港措施 即是怎樣 等人家黑 香港 應該反過來 應該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嘛 這個就是警察的那種 壓局 始終 當警察 黑警 就是黑警 是不是 但是蕭澤儀的說法 就是香港要維持著黑警統治 香港很危險 那些暴亂分子 隨時有機會反攻 好像我們那樣 隨時打回來香港 一呼百應 我們一會打 打回來的時候 香港人 隨時有二三百萬人上街一起響應 然後 包圍 各地的警局 衝進去搶槍 然後 進行武裝的革命 推翻特區政府 然後還要聯合 聯合大陸的力量 好像當時的 滿清 有人起義 這個 辛臺革命 實際上就是軍閥起義 全部都是宣布獨立 聯省自治 最終 清廷退位 是不是想這樣 是不是想向大陸表達香港有一個危機 所以一定要繼續由這班警察去控制 很危險的 隨時要鎮壓你們這些 暴亂分子 或者這些 接下來有機會形成一些 亂局 實際上 蕭澤儀 他的說法 是否定了 夏寶龍的說法 夏寶龍 說香港是由亂到自由自及興 已經是興的階段 是不是 所以有所謂自亂興衰 有興當然是有衰的 現在是興的時候是好的時候 但是 蕭澤儀的說法是錯了 完全是否定了 夏寶龍的說法 這個主旋論也不對 香港是沒有問題的嘛 現在的香港 是要發展經濟的時候 你還在說香港很多暗流 不要被表面上的平靜騙到 即是 是你騙夏寶龍 還是夏寶龍騙中央 這個要搞清楚 真是可大可小 如果是你騙夏寶龍 你有死罪 如果你說夏寶龍騙中央 也是你死罪 那個是港澳辦主任 香港的太上皇 你怎麼可以 無憾這個香港的太上皇 究竟香港 是不是真的表面上平靜呢 蕭澤儀在哪裏聽到 有人在香港要造反 暴亂的行為呢 還是 你認為香港還有很多潛在的 這些 革命分子 或是暴亂分子 你們所稱的黑暴 還有很大量的黑暴 有幾百萬人 如果 你看到民調 似乎是 民調有37% 有36.9%的人 認為 李家超是不滿的 包括非常不滿和不滿 對於政府非常不滿和不滿 那個人數36.9%是有277萬 這是根據甚麼呢 這是根據 香港人口 他們報750萬 他們報750萬 乘以36.9% 就是得到277萬 如果是這樣算 香港真的不平靜 為甚麼 因為 不滿政府的人隨時有機會 被人煽動出來 造反 當有人一呼百應的時候 揭桿起義 我們要打到特區政府 我們要攻入禮賓府 我們要活捉李家超 或者 包圍 警察總部 包圍中聯辦 包圍特首班 包圍 甚至乎 國安公署等等 我們要攻上去 到時 每個地方聚集一百幾十萬人一起攻上去 一湧而上 哪些人抵擋得住 277萬 如果你想想 香港有277萬對特區政府不滿的人 真的隨時 是變天的 一夜之間 就把李家超 然後鄭銀雄 鄧炳強 一舉就拿下 把他們掛在警察總部門口 或者 在 政府總部門口 把他們囂首示眾 然後就宣佈香港 這個獨立 是不是這樣 你們有沒有想多了 蕭澤宜 所以 我覺得蕭澤宜有點頑聽 究竟是他頑聽 還是 他虛報軍情 還是 夏寶龍 虛報香港的情況 你們隨便認一犯吧 神有人虛報的 要是夏寶龍講大話 要是你蕭澤宜講大話 或是李家超講大話 希望你們隨便認得他 這節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裏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居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去不見面 就在這裡 去不見面 然後